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它有一個化學味道 我喝到一整塊芒果的果肉 這杯很棒 這杯真的是超讚的 嗨大家 我是小倫 終於等到一而一度的芒果季了 這一次呢 各家手搖飲料都推出了 羊之甘露 今天呢 我們就直接來盲測 今天總共有七位選手 好的 今天的遊戲規則就是 我等一下會戴上眼罩 然後在我什麼都看不清楚的情況下呢 直接喝這七杯 會憑我的直覺說出 我最喜歡的三杯是哪三杯 同時呢 我也會跟大家講我喝的口感怎麼樣 然後裡面大概有哪些東西 那為了公平起見呢 今天我點的每一杯 全部都是沒有被調整過比例的 所以甜不甜 等一下我就告訴你 那我們就趕快開始吧 先攪一攪 它這個料也太多了吧 它有一個很像果凍的口感 然後又有一個很像野果的東西 再加上它有葡萄柚的果肉 可是我覺得它的葡萄柚帶一點點的苦 飲料的部分都是芒果的味道 它就是完全就是芒果的香氣 然後我覺得甜度五顆星來講 它的甜度應該就一顆 就是本身水果的甜味 整體飲料的濃度 大概有四顆星濃 回購率喔我想想 這一杯我先放入 考慮區好了 就是我覺得它的那個 葡萄柚的果肉有點苦 這個會讓我猶豫要不要再去回購它 它攪起來滿難攪的耶 感覺裡面的東西很多 不是有 它有超多西米露 因為你知道 我現在是處於看不到的狀況下 所以我吸管擦下去的瞬間 我喝到超級多顆西米露 有點讓我密集恐懼症 這一杯的甜度 我覺得五顆星來說它應該是一顆星 濃度的話 我也給一顆星 因為就是滿滿的西米露 回購率我應該也不會再回購 這個先幫我淘汰 什麼中是不是 先攪一攪 這杯攪起來還滿輕鬆的 剛剛那杯真的是超級多 很香 我喜歡那杯 我剛剛第一口也喝到西米露沒有錯 可是它的西米露沒有到這麼多 同時我喝到一整塊芒果的果肉 這杯很棒 這杯真的是超讚的 它也不怎麼甜 它的甜度完完全全就是芒果的水果甜度 甜度兩顆星 它的濃度四顆星 這個我很愛 這個先幫我放入挑戰區 我想再喝一口 真的有芒果的果肉 這個很香 這我喜歡 這個感覺 嚼起來水水的 這杯的西米露有點太Q了 我覺得這杯跟前面比的話 它的芒果汁的味道比較濃 也比較純的感覺 它甜度大概三顆星 濃度大概有四顆非常非常濃的芒果味 我應該會再回購啦 我可能會選個半糖吧 好 這個挑戰區 好的 嚼一嚼 為什麼它有一個生魚片的味道 這個 它整杯完完全全是冰沙耶 你可以喝得到那個冰塊的顆粒 前面喝到的都是飲料 然後料 我倒沒有喝到什麼料耶 這個有料嗎 它沒有料 然後它有一個野奶的味道 跟應該也是葡萄又果肉的味道 然後完全沒有料 這個不行 因為它 它整杯都是冰沙 甜度就是完全喝不出甜度 所以一顆星 濃度也是一顆星 沒有芒果的香味 然後 我不會再回購 所以 拜拜 第六杯 這是羊汁甘露嗎 對啊 這個 很酸耶 有一個 發酵的味道耶 等一下等一下 我剛剛忘記喝水了 好 我再給你一次機會 嗯 它很酸耶 它裡面應該是有西米露 但它西米露是入口即化的那種 非常的軟 可是我喝不出芒果的味道 再加上它有一個酸味 它的甜度一顆星 就是完全沒有甜 因為很酸 有一個很像發酵的感覺 也沒有濃度 就是淡淡水水的 所以濃度也是一顆星 我也不會再回購 第七杯 喔 這感覺很多厲害喔 這一家 它也是冰沙 但是呢 它完全不一樣 它雖然是冰沙 喝得出冰塊的那種顆粒 但同時呢 我也喝得到芒果的味道 再加上我還喝得到芒果的果肉 然後還有西米露 有一個茉莉花茶的香氣 它的甜度大概兩顆星左右 它的濃度還蠻濃的 就是有很濃的芒果香 然後還有一點點茶香 再加上我剛喝的每一口都喝得到芒果的果肉 這杯我會再回購 把它放進我的挑戰區吧 接下來呢 我要在我的挑戰區裡面選出三杯 第一杯在這 這杯是考慮的 好 中間三杯是你的挑戰區 好 可以拿到裡面喔 第一名 你還沒喝後面兩杯是幾年喔 嗯 我記得這個味道 好 這是第三名 然後第一杯這個 這是第二名 好 出爐 好 那我還幫你通常加印的兩杯 也是陽子乾 對不對 還有兩杯 對 好 為什麼是這個杯子 嗯 這個喝起來很奇怪耶 它有一個化學味道 它有果肉跟一點點椰奶的感覺 可是它的這個芒果的濃度沒有到很真 這個我先不要 這為什麼又有生魚片的味道 這個 這個偏酸 然後感覺 泡水泡很多 然後裡面也是有椰果跟稀米露 但是 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鮭魚卵的味道 這兩杯是什麼 這個不要 這樣我是不是都喝完了 對 那我可以打開眼罩了嗎 可以公布了嗎 好 喔 這是我的 第一名 第一名 第二名 跟第三名 跟第三名 欸我必須說 這三家我都沒有喝過 都不是我平常會喝的飲料 但它竟然 是我的前三名 但是我很好奇 我剛剛說很酸的那一杯是哪一家 是這一家 喔 是這一家 喔 嗯 這有種壞掉的味道 那不是放一點嗎 它會不會壞掉 那請問 你端出來的這兩家是 喔 這是便利商店的 右邊是全家 左邊是生 這個給我寫果汁含量30% 然後這個給我寫果汁含量味達10% 也差太多了吧 這個是 米其林天拼欸 直接被我 打擦擦 天好運的 好啦 今天的這個 芒策羊之甘露就到這邊 然後為了不要混淆大家 我決定要把我的前三名端出來 那這邊呢是我今天在 七位 應該說九位 因為另外攝影呢 就同場加贏的另外兩杯 所以應該是九位選手當中 我選出了我最喜歡的前三名 那這主要的評比 就是以我自己 平常的個人喜好去做挑選的 那大家有興趣的也可以去試喝看看 如果你有知道其他加手藥飲料 也有好喝的羊皮甘露的話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喔 喜歡今天的影片呢 也別忘了按讚還有訂閱台灣女生日常的 YouTube頻道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掰掰 STOP 今天呢是7月9號的12點29分 然後因為上一次我們錄那個 羊之甘露實測 然後其中有一杯我喝到味道就是酸酸的 因為那杯是被我放了一天之後我才喝的 那我想說到底是被我放到壞掉 還是那杯的飲料本身的口感就是帶酸 我覺得我要再給這間店一次機會 所以我現在就要出門再去買一次這杯羊之甘露回來 那我們走吧 好的 那我們就是現在已經買回來了 然後我剛有問裡面有什麼 老闆說裡面有西米露 葡萄柚 白色的這一段是牛奶跟野奶 然後跟艾文芒果的果肉 然後我剛有問老闆說這是建議你的品嘗時間 他說盡量在兩個小時內就是喝完 不然他很容易變質 那我現在就喝看看 這次的味道非常非常非常的正常 所以呢 我上次喝到酸酸那個很明顯就是我放太久 放到變質 因為他這個有加牛奶 所以在喝的時候就會有一個奶香氣帶 可是呢 這個葡萄柚的果肉一樣就是 有的果肉甜 有的果肉苦 那喝到苦的時候就會比較影響到 就是整杯飲料的口感 那芒果的味道呢也很香 就是也有甜味 所以上次那個酸酸的 是我對不起老闆 我不小心放太久了 那就是因為現在夏天天氣也非常的熱 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 飲料可以現買現喝 避免遇到我這種 誤會人家飲料是酸的的這件事情 好 那蔡水院的羊汁甘露呢 如果大家有喜歡的話 也可以去買唷 它有一個化學的味道 對 小姐妳的 它有一個化學的味道 小姐的方向感 直不見欸 鏡頭在這邊 什麼 鏡頭在哪 鏡頭在這邊 在旁邊 這不是這嗎 哈哈哈 在這邊 對 喔 好